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再来聊聊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其实上期节目已经说了差不多了 就是我的观点 大部分都已经在上期节目说了 今天的这期节目大多也是对我上期节目 一些观点的补充 因为现在央行的司长不是说吗 数字货币不能买黄金不能够换外汇 然后一听到这话又想吐槽几句 然后就有了这期节目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数字货币的功能是有限的 他这么一把话说白了 我就想吐槽几句了 话说去几天是在哪里 在东北在公交车上 一个老头让他上车 应该是没有手机 没有智能手机 但是乘车必须是要那种扫码乘车 是这样 老头没有智能手机 司机说了 你要是不扫码我就不开车 要么你就下车 老头他也懵 公交车坐了这么多年 怎么突然之间还要用手机了 还要扫什么二维码三维码了 这个搞不懂不会 旁边一群人 然后就跟他说赶紧下去 然后说话也是越来越狠 还放狠话 你不下去我打你 那就是类似于这样 虽然说现在进入一个智能时代 大部分人都用智能手机 但是有没有考虑到一小部分人 他们还是不会用手机的 这个智能的东西 他们玩不转的 你要说是少部分人 骂这个人也不少 七八十岁的老头小太太 他们还真玩不转 搞这种大数据监控 人人都要配合 那一些人还真配合不了 现在搞这么一个数字货币 我就突然之间 我就跟台湾的振兴卷 我就联系起来了 台湾的振兴卷不是三倍券吗 你得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背景 台湾在这次疫情期间 经济活力感觉是有些下降 然后他们就推出了一个三倍券 希望台湾人可以踊跃的消费 消费之后 我这边有政府补贴的三倍券 台湾的振兴卷 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它发行这个是为了振兴经济的 那你说中国现在发行什么数字货币 它有什么意义呢 你要按照老公的说法 那有 那是有意义 你从监控老百姓 你从掠夺百姓财富 这个角度来说 确实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从老公的利益角度去出发 去看问题 最大的利益就是 回到了内循环 回到了计划经济 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控制老百姓了 央行的司长他说 这个数字货币不能够买黄金 也不能够买外汇 你从一个市场经济的角度 你去看待这么一个数字货币 那就是多此一举 那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根本就没这个必要 除非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民众 这个只能够对内流通 外面就流通不了 其实他们也想对外流通 但是微信在国外现在有很多功夫已经警惕起来了 你这个微信支付不能够让你在国外随便使用 会冲击别的国家这种金融体系的 如果说你这个数字货币你普及开来了 甚至说在国外都普及开来了 那么你说这个数字货币你不能够买外汇 那如果说我有美元 我有欧元 我能不能买数字货币 那他们开心的不得了 这就是一个止境不出 你想买数字货币可以 你想把它变成真金白银 就是美金黄金 这是真金白银 那就不行 这就是一种止境不出 那他这个数字货币就是一个新时代的粮票 别看现在是21世纪 一个高科技时代 一个智能时代 实际上所谓的这种数字货币 他就是一个新时代的粮票 在我小时候我都知道 我的长辈他们在经常谈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粮票的话题 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钱都不好使 什么好使 粮票布票好使 全部都是按需供给 那就是一个生产力严重不足 供给能力也是严重不足 怎么办 按需分配 你按需分配 你怎么去严格去控制 老百姓的消费呢 那就搞一个粮票 布票 用这些东西 现在也开始正在普及的阶段 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普及开栏 那么咱们就可以粗略的想象一下 以后普及开栏 那是一个什么场景 那肯定是你去商场去买东西 此商品只支持数字货币 此商品使用数字货币 能够优给多少 多多少少都是跟这种数字货币 所挂钩的 就像早个五年之前 突然挂起了一股微信扫码一样 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开始支持 这种电子支付 那以后这个数字货币也是 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商品都支持 而且越是重要的商品 它对于这种数字货币 它就是越得重视起来 甚至有可能说有些东西 它给你控制起来 比方说粮油 这些东西产能不足的 你比方说今年到处淹水 所以说这种农业产值跟不上 而且今年还是从美国的手里买了大量的玉米 丢纳川普都不开心 这说明什么问题 米面油这些东西 这些最基础的口粮是紧缺的 那么非常有可能在将来 对于这种最基础的米面油 它就要让你必须去数字去支付 而且这种数字货币的这种使用比例多少 有可能还会建立起一个政绩考核系统 中央下发的指令 地方你执行的好不好 执行的到不到位 那就看在这些领域 你这个数字货币使用率是多少 那么现在看这个人民币它还能用 那会不会有一天这个人民币 它就不能用了呢 或者说被彻底的边缘化了 名义上法律上它还是法币 但是它被边缘化了 靠边站了 你手里是有很多钱 但是你买什么这边都要数字货币 举一个比较搞笑的例子 你比方说贪官贪了很多钱 想给亲人来小三去买什么 cucci爱马仕 LV了 以前是可以拿人民币现金 因为你拿这个现金 他不知道这个钱是从哪来的 但是现在你再去买这些东西 那必须得这种数字货币支付了 那这个贪官可能就要被心里打个疼了 我要是用这个数字货币去支付 我可能我这个底马上就查到了 那有人说了 那这个数字货币他让那些贪官都不敢去消费了 这不是好事吗 那你别光看这一面 还有其他的呢 从一个维稳的角度去看这个收入货币 它有它更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你比方说有些人他不老实 他不听话 当他再去使用收入货币的时候 就会给他设定一些限制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本来我要买100公里 但是因为你之前犯了什么事情 在网上乱说话 那有可能就是把你这个购买的这种权限就给你调低 你就不好搞了 这个数字货币是一举两得呀 等于说是一个计划经济再加上一个反右啊 计划经济啊 我哪些上面我紧缺 我把它以这种配给制给分配出去 那你说像那个反右呢 什么地付反坏右是吧 把人都给分成什么黑五类 以前在文革时期啊 在凯格开放之前都很没地位的 走哪都被人歧视 什么事都办不了 那么以后如果说有些人他不老实是吧 老公他觉得你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了 那你这个人你使用数字货币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以前大家都有人民币的时候 没有这个限制 但是开始玩这个数字货币的时候 这个限制就要加上去了 就得把这个功能给加上去了 不老实乱说话饿死你 半年之前做节目还经常说将要回到文革 将要回到计划经济 现在呢已经是了 已经是了 已经是文革了 已经是在计划经济了 已经是在搞什么各种各样的运动了 就是大家的心态要转变了 好吧 今天呢也就是随便聊聊 对我上期节目呢 稍微做一些补充 干活不干活呢 就当是闲持 好了咱们下期再见